汉县帝 赴汉林帝刘红 其生母是王美人 被受汉林帝的宠爱 王美人生下儿子刘邪后 因为担心被和皇后迫害 便将刘邪将给董太后亲自抚养 不久 王美人果真被和皇后在药中下毒和杀害 而提示的刘邪便失去了美军 汉林帝死后 刘遍继承皇位 刘邪被封为国海王 后来不幸发生宫廷政变 刘遍和刘邪被掳走 半路上遇到董卓的军队 少帝刘遍见到这种情形 吓得浑身哆嗦 双腿站立 口不能言 唯独小刘邪对董博的对话对答如流 不仅没有掉脑袋 还很让董卓欣赏呢 董卓甚至费了刘遍 立刘邪为皇帝 就这样 九岁的刘邪稀里糊涂越做得立为皇帝 由稀里糊涂的成了傀儡 而这个傀儡 一当就是三十一年 刘邪在做傀儡皇帝时没有助纣为虐 相反还力所能及地施行文证 这使得他备受百姓爱戴 曹丕称帝后将刘邪降为山羊宫 后来刘邪来到山羊后 四处巡查民情 看到民不聊生 便派人四处张贴榜文 宣布所有赋税一概减半 恳慌重职者免交三年赋税 刘邪常常有牧民间关怀民生 体会群众之苦 以一为业 玄乎继事 为病人隔出痛苦 二三四年 汉先帝寿终正寝 享年五十四岁 汉先帝此时 以汉天子的礼仪葬于禅灵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